第五小快报 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呀 首先肯定就是小丑的拉锯冲刺 会不会被虫群打断 它能不能冲过虫群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结果 哦会减速 看到吗 会减速但是不会打断 虫子它不会打断技能 那我要是开个精神过去 哦直接无视它的虫群 开个精神可以无视虫群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杰克的雾刃能不能穿过虫群吧 可以挡到了 再看一下虫群能不能挡住路头的钩子呀 让我隔着虫群能不能勾住你 我让它放了 哎呀 哦 可以哦 路头的钩子可以哦 但是它是勾到群 勾到这个虫群了 你们看一下 那虫群能不能挡住虫蝶的飞呢 你背对着我 哦可以 挡住了 挡住了 当你进入这个虫群完之后会有70%的减速 但是这个减速效果我感觉只在于虫群的中间 你看只有这一点点 咦 又飞过来了 哦 这个我也没看懂 这是怎么回事 再来看一下 蜘蛛的吐司能不能穿过虫群啊 不行啊 可以挡伤害 可以挡伤害 再看看小黑和小白 这个 我剩下小黑的链铛能不能摇到呢 它能不能挡住 啊 不行 最后就是约瑟夫的测试了 我们知道 昆虫学者的虫呢 需要监管地打6下才能打到 那如果约瑟夫用1.5倍的伤害去打虫群 需要打几刀呢 出来了 一下 没有插刀 两下 三下 四下 一样的 下 一样的一样的 六下 都是六下 还有就是 昆虫学者在约瑟夫的镜像世界里面 是不能释放虫群的 如果你在镜像世界外面释放了虫群 进入到镜像世界里面 也是不能操控虫群的 不过有一点比较好玩的就是 它的虫群是可以阻止约瑟夫拍照的 哎呀 这个约瑟夫表示 我好难呀 总是拍不成空啊 好了小伙伴们 由于测试比较多 监管者也比较多 我们本期的测试内容呢 就分为两个视频吧 这期视频先到这里了 后期的关于红夫人的镜像 爱哭鬼的鬼火 使徒安的猫 还有小婷家的音符呀 咱们就在下个视频见吧 感谢关注点赞 评论转发加收藏 我们下视频见了 拜拜